大家好,欢迎来到Charm的科技工坊 关于大模型的使用方法 无论是API还是本地大模型 我们介绍过很多次了 但是如何把大语言模型变成实用生产力工具呢?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款通过聊天就可以分析数据的工具 它既可以基于远程的大语言模型服务 也可以利用本地大语言模型 它就是Pandas AI 这是我搭建的一个简单的交互的UI 使用了Streamlit 每个次Pandas UI用来分析数据之中 它都需要有一个大语言模型做后段的支持 这里我引用了Pandas AI团队提供的Bamboo LIM 这是目前是一个专门为了数据分析训练的大语言模型 同时它目前是一个免费的 我回头都会把申请API Key的链接放到视频的下方 供大家参考和取用 在这里我们需要载入数据 这里我从开源社区下载了一个钻石相关的一个数据表格 其中大概有五万多条数据 那它包括了钻石的重量 切工颜色等级 清晰度等级 尺寸 价格 等等 那我们在这里方载入数据之后就可以通过聊天来处理数据了 我们首先来问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问题 我现在问它大概有多少条记录在这个表格里面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问题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12秒钟左右的时间 它现在长期大概五万三千九百四十条记录在这个里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相对复杂一点的问题 它能处理呢 我让它来画一个重量的 就是克拉的热力图 然后两个维度呢 是分别是切工和清晰度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清晰度啊 我把Fy 我把ty写成Fy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错误 那我看看大语言模型的颁布呢 能不能识别并且纠正我的错误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的这幅图已经画出 我们可以看下面这幅图 热力图已经画出来了 它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切工 一个是Clarity 你看 它其实分析了我们整个表格的表头 纠正了我在这个Prompt里面的相应的一些错误 然后呢 通过数据呢 画出了三个维度的热力图 而且时间大概是13秒钟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 相对来说还是挺快的 5万多条数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分析过程数据的过程当中 我只需要通过聊天窗口 就可以去分析这个数据里面的那些内容 生成一些表格跟图表 供我进行参考 我不用再去繁琐编写相应的代码 去处理这些数据 给大家demo了一下Pandas AI的能力 其实 它是将强大的Python数据分析库 Pandas和机器学习框架进行集成 大幅简化了分析数据的操作流程 需要进行数据分析的用户 不用进行复杂的编码 仅仅通过聊天就可以洞察数据 Pandas AI于2020年首次发布 为的是让数据分析师 能够更加专注于分析数据 这件任务本身 而不是分析于去思考 如何编写脚本 Pandas AI本身具备以下几个优点 首先 当然是易于使用 对于数据分析用户来说 Pandas AI无需任何编写代码经验 可以利用简单prompt 通过聊天形式 就可以进行不同维度的洞察 其次 Pandas AI具备了丰富的机器学习功能 它把一系列的机器学习功能 融合到了数据分析过程当中 无需用户进行繁琐的数据预处理 就可以利用这些工具 进行相应的分析 最后 最重要的是 Pandas AI继承了可视化的工具 Pandas AI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 用丰富的图表把数据具具象化 更利于分析师找到数据的特点 好了 了解了Pandas AI这些特性之后 我来分享一下 如何使用Pandas AI的具体步骤 希望能给大家的日常工作 带来一些帮助 演示代码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Pandas AI的运行流程 简单来说 Pandas AI首先是载入数据 然后分析用户的prompt 当Pandas AI接触到prompt之后 会首先查询缓存 看缓存中有没有曾经处理过相同的prompt和对应的代码 如果有的话 那么Pandas AI会首先利用缓存中的代码生成结果 这样就能够大幅减少用户等待的时间 如果缓存中没有历史记录 那么Pandas AI会创建一个完整的prompt 并且调用后端对接大语言模型 生成分析用的代码 接下来会执行代码 并且返回相应的结果 所以这里的大语言模型就变得非常关键了 Pandas AI默认提供了Bamboo LLM 这是他们团队自己训练的大语言模型 目前是免费使用的 可以申请API Key 我会把链接放到视频的下方 同时它支持OpenAI的API 另外Pandas AI原生支持了Lunchen 所有Lunchen支持的大语言模型 都可以被Pandas AI使用 最重要的是 它也支持Olama跟LM Studio 这些本地大语言模型工具 我也帮大家做了一些相应的测试 在影片的最后会分享测试情况 以供大家自己选择 适合自己的大语言模型 作为数据分析的工具 接下来是数据源 目前Pandas AI支持了 绝大部分流行的数据源 包括CSV、 BigQuery、Excel、Spreadsheet 甚至于Yahoo Finance、Databricks等等 数据源载入过程当中 支持多个数据表格的同时载入 并且支持这些表格里的数据 进行交叉操作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自己的数据无法载入和处理的问题了 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代码吧 进入详细代码之前 我们先看几个目楼下的重要的文件和文件夹 首先是Cache Cache其实就是一个SQL LiteDB 它是用来存储Prompt和对应的生成分析代码的 当你每次执行过一次Prompt之后 它会把对应的代码存在Cache上面 当你下次再执行这个语句Prompt的时候 它就会先从Cache去寻找 如果有的话 它会复用原先代码 这样大幅降低交互的一个时间 它不用去call大语言模型 再去生成代码了 第二个是Export Export是用来存储 你导出的图表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你既可以说我临时性存储 对吧 然后它每次新的图表生成 我把旧的覆盖 你也可以至于永久存储 但是注意一下永久存储的话 你可以设定相应的文件夹 但是永久存储的文件的文件名 是Pandas AI帮你随机生成的 然后还有个config.json 这是我本人我在写应用的时候 创建的一个设置的文档 我们可以看一下文档里面都有什么内容 我其实就放了三个设置在里面 第一个就是API Endpoint 它会设置说我是用OLAMA 用OpenAI还用Bamboo 第二是Model 就是对应这些不同的Endpoint 我用哪个模型 比如说XGPT GPT里面也比如说有GPT4 GPT3 像OLAMA里面 比如LAMA3 Mixtro你自己设定的模型 然后Temperature Temperature是你自己在使用的时候 你设定随机性会有多高 对吧 你根据模型本身设置设定值 大家注意一下 首先Bamboo 它其实是不需要模型 不需要Temperature的 它模型名称就是Bamboo LM 然后Temperature 它是不会用参数的 所以说你在生成Bamboo的一个LM对象的时候 不用设定Temperature 好了 在下面是PandasAI.log 就是在运行过程中 PandasAI生成的日志文件 它里面有详细的执行的步骤 甚至有些代码或者代码片段也会存在里面 方便你进行一些相应的调试 好了 然后我们进入代码 然后首先是input导入一些相应的酷 对吧 这里面我稍微看一下PandasAI的一些相应的酷 这里面有两个smart dataframe跟agent 它们都可以用来跟大元模型交互 它们区别我在后面会议会提到 然后就是你需要用到哪些大元模型 你需要导入对应的一些酷 去相应的去生成大元模型的对象 然后进入代码 其实我们整个代码它分成两大块 一块就是我们UI的交互 所有大st开头都是UI交互的部分 还有一个是PandasAI进行数据分析的部分 整体的对话的流程 就对话分析数据流程分四个部分 第一就是上传数据 大家记得我们上传diamond.csv这个文件 第二部分是让用户去撰写它prompt 用户写prompt之后 然后第三步点击执行 执行的时候 我们的PandasAI会把prompt给到大模语言模型 进行相应的处理 然后生成代码之后返回你的response 然后再把response展示出来 就这四个步骤 就可以完成交互式的大语言模型处理数据的 这样一个工具了 好我们看一下整体的代码的细节 首先这是我写的一个创建LORM对象的 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它会根据我们的config.json 生成不同的大语言模型的对象 然后读取的config.json之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st 都是UI 然后生成交互UI的title 信息 然后这些就是生成大语言模型了 供后续相应的使用 这里面有个PandasAI的一个对象 它是用的干嘛 就是clear cache clear cache 是我每次在启动应用的时候 我会把之前的cache给清除掉 保证说之前一次的这个或几次的prompt 不会对我本次运行造成相对的影响 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尝试走这么做这么一步 然后下面就是刚才给大家提到这个临时存储 或者是说永久存储这个图表的一个相应的设置 你如果是希望永久存储的话 你可以在后续设置里面呢 把永久存储设为true 但是它默认的时候默认的是临时存储 默认是不会永久存储图表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设置了一个st的fileuploader 去上传这样一个csv 然后呢我们会把cs通过pandas的dataframe 读进来 然后呢给它附到这个smartdataframe或者agent上面 smartdataframe跟agent 他们其实都可以用来进行大语言模型的一个对接数据分析 区别主要在于什么呢 agent 它的灵活性更高 它具备那种对话性的记忆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有一个memory size 这就是一个对话记忆的一个这个区间大小 但是呢smartdataframe是不具备这个特点的 所以说它只能用于单次的数据的处理 同时呢这个agent它还有很多动作 可以去做一些cosmization 中间处理流程上可以做一些定制化的工作 而smartdataframe是没法做的 所以一般来说smartdataframe呢可以用来一些在命令行 或者轻量的数据处理中去应用它 对吧 但是呢在这个agent上面呢 你如果一些对话型的一些数据分析工具或平台呢 我强烈建议你使用agent 然后在agent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config里面有几点比较注意啊 第一首先就是customer wide-listed dependency 这个呢是因为我们需要生成代码 然后在执行代码嘛 然后代码里需要引用一些酷 那有些酷呢可能对于啊本身系统有一定轻入性 那这时候呢需要用户呢去 白名单这些酷 这是我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呢 看日志的时候发现这些需要做白名单的酷 我就添加到这个地方 大家在运行的时候呢 如果出错了 因为看到有一条比如什么genery code 什么wide-list dependency list 这样的一些提示的话你就需要把后面提示的相应的酷拿出来 放到这样的一个list里面 并且放入设置里面就ok了 然后再往下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图表啊 要把这个表格上传之后打印出来 然后呢设置一个prompt输入的一个区域 然后请用户输入prompt 并且记录并且这个生成一个button 然后去触发这个交互的一个过程 然后记录一下起始的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就通过agent.chat 就可以把这prompt发送给大约模型 进行相应的这个代码生成跟分析了 然后分析完之后呢 我们拿到这个response 对吧 就可以把这个response展现出来 在这地方st.write展现出来 或者是如果你发现它生成了一个图 对啊图表 发现这个文件突然生成了 你就可以把这个图表展示在st的这个交互UI的前端 供用户进行查看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 并且非常实用的一个通过交互聊天的方式 去分析数据的这样一个工具或平台了 希望这个分享的代码呢对大家会有所帮助 这里再补充一下 刚才我没有提到的两个点 就是我会在系统的这个环境变量里面 设置了open API key 以及pandas API key 分别用来存储open API key 以及bamble API key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pandas AI 会自动的从这两个环境变量里面 读取相应的key 然后去设置那个lm 而不用我显示在代码里面去写出来 这样子也保证一个代码的灵活性 还有一个这个你的密钥的女次性了 希望大家在这一点上也能注意一下 我们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模型测试跟对比的环节了 因为pandas AI是基于不同大元模型的一个数据分析工具 所以不同的大元模型对于输出的结果肯定会有一些不同 以及效率上会有一些区别 所以我挑选了五款大模型进行相应的测试 分别是open AI的GP4 Bamble LOM 以及OLAMA上面的LAMA3 8B Mistro 7B 还有ColdLAMA 13B 这应该是基于LAMA2的一个代码的大元模型 然后我设置了六个问题 这六个问题的分别有不同的侧重 第一个是一个简单的画图的一个问题 需要画一个丙图 第二个的话 它是计算一个平均值 但是我需要它根据不同的一个维度 去做一个group的一个操作 就是里面这个数据操作略微复杂一些 第三个是画一个热力图 这个问题相对来会比较复杂 这个图因为它是要三个维度的联动 然后第四个问题 其实是我预设了一个公式 但是公式是我随便写的 就是不一定非常有意义 那我希望预设这个公式之后 大元模型能够理解它 并且计算出来之后 按照我的要求列举 跟算出来的值去列举出 那个最就是top3的records with highest quality 这是我预先的一个定义 看看它对于我的新的定义的学习能力怎么样 然后第五个呢 是我需要它列出三个最大size的一个记录 我这个地方没有告诉它size这个概念 怎么去计算 我希望大元模型能够根据我的表的结构 那些表头header里面的信息呢 去判断怎么去计算这个size 然后最后一个是统计一下多少种不同颜色 其实这里面是这个考验的是他们理解中文能力 其实本身这个命令很简单 那如果它能够正确返回 我会打一个勾 并且写上一个返回时间 如果不能正确返回 我会打一个差 那最后这个结果呢 可能仅供大家一个参考 因为对于大家来说 一个是这个机器的配置不一样 对吧 这是我的机器的配置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网络的通信的速度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会导致一个我们结果上的一个区别 然后呢 我会把结果列的地方供大家参考 好了 测试结果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两列呢 是网络上提供的公共的大语言模型服务 GP4跟Bamboo LLM 右边三列呢 是通过欧拉玛部署的本地的大语言模型 一眼看上去 网络提供的这些Bamboo 还有OpenAI的API 效果明显优于本地部署的大语言模型 这可能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硬件设施的原因 第二个的话呢 应该是模型本身 它可能针对的一些数据训练集的一些相应的问题 那Bamboo LLM 它是针对数据分析专门做了一些相应的训练 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 它在某些反应时长上甚至于快于GP4 但是在一些相对比较泛化的问题 比如说倒数第二个 但我没有定义这个 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它不知道这个概念如何去定义 相反GP4的话呢 在这方面就会比较擅长 能理解你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希望用一些网络上公共接口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Bamboo LLM 毕竟目前是免费的 当然你如果是比较care 它的能用性跟精准度的话 那GP4当然是不二的选择了 至于本地的大语言模型呢 大家可能在选择上可能需要慎重一些 因为目前选项比较多 但效果的参差不齐 那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些相对比较新 刚刚发布的一些大语言模型 比如说LAMA3 LAMA3不同的尺寸 那至于一些相对比较老的大语言模型用起来 可能效果并不是那么的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需要关注一下自己的硬件设施 是能否支撑起这些大语言模型的一些运算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一个点 他们可以看到这个本地大语言模型的防卫时间 明显长于我们这些公共的API接口的大语言模型 以上就是我今天测试的一些内容了 如果大家对于某些模型的性能比较感兴趣 想run这样一个测试的话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出来 我尽我的所能然后去做一些相应的测试 如果有结果的话 我也会在后续评论中分享给大家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关于Pandas AI 希望能够对于大家的工作上有一些相应的帮助 觉得我视频还有点意思呢 欢迎你点赞转发 并且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